為甚麼香港市民除了用不同種類的和平理性方法去抗爭 到現在這個日子2019年 是會接受到用勇武的理性 勇武的思考方式去抗爭呢 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北京政府真的不聽 香港人其實是這個世界裏面可能是抗爭上最和平手法的人民 因為在過往的殖民地政府的時候 香港人在80年代、90年代 當他們要向政府投訴一件事 遊行示威 很簡單的方式 那時候政府都會迅速回應 管治方式就是很迅速地解決那個問題 你可以說這是一種很高招的殖民地管治方式 以至到大家根本都不需要武裝起來 不需要做大事 都可以有少少糖吃得到 但是去到現在97年之後 特別去到近幾年 香港政府、北京政府的壓迫很大 意思就是說 你其實做什麼任何和平的方式呢 他都是聽了就算數 不管理你 去到今年逃犯條例、送中條例 也是一個狀況 6月9日一百萬人大遊行 他是完全不理會 說繼續在6月12日說要過會 星期三 大家有什麼辦法呢 所以大家就唯有上街 用幾萬人的方式 包圍立法會 在6月12日 之後政府用了不同的警察的暴力 包括用棍打、用不同的槍炮 不論是橡膠子彈、胡椒球彈、煲袋彈 用了水炮車 全部這樣的狀況去攻擊市民 不論是市民有些時候 可能是用了一些動作 然後用很大的力量去鎮壓 或者有些市民根本只是經過 走過 或者根本只是在和平示威 都會遭受到暴力對待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香港市民就發覺 原來任何的方式 這個政府都不聽 而且它已經變成一個類似法西斯政府 用上法西斯的警隊 去鎮壓一切市民的行為 甚至類似這個銷禁的狀況 晚上10點 11點就停了地鐵 令香港好像一個類銷禁的狀態 它不敢直接行銷禁 就是因為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真的在香港宣佈銷禁 其實會令到世界很多的公司 都不敢來香港成立總公司 成立分部 它不斷避免這些方法 但實際上就在行軍政府 一個軍隊管治香港的銷禁狀況 在這樣的狀況 香港人就會不斷走出來 直到今天都覺得一定要和勇不分 用和平的理性方法 再加上勇武的理性方法 兩者結合 希望可以令到這個政府 願意聆聽到香港市民的聲音 這個聲音是什麼呢 是包括最終真相普選 可以香港人管治自己的城市 我們希望香港政府 北京政府都可以聆聽到香港人的聲音 不要再繼續用壓迫的方法 因為用壓迫的方法 只會做到兩敗俱傷 只會令到香港人不斷繼續出來 不斷在國際遊說 不斷走出來去反抗 這個都對香港政府和北京政府是沒有好處的